教育部主辦的110年全國語文競賽 去年歷經初賽、複賽及決賽 來自花蓮的學子 在柯宇朗讀組獲得特有成績 也是國中組唯一一位獲得表揚 而市長魏佳賢在日前也公開表揚 大家好,我是廖文猶 祝大家新年快樂 教育部主辦110年全國語文競賽 去年12月在桃園舉辦 來自全國各地近2000位語文高手齊聚 歷經初賽、複賽及決賽 柯宇朗讀組最終由花蓮縣國風國中廖雲柔同學脫穎而出 拿下特優 也是全花蓮國中組唯一一位獲得此殊榮 市長魏佳賢日前公開表揚並給予肯定 在這個過程中就是不僅可以學習到一些關於客家語的 一些我平常不太會接觸到的部分跟字詞 一些比較古早一點的用法 然後還有其實當然練習的時候會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很累 然後老師也會分享一些 就是他平常如何面對壓力 因為其實老師也有在做像是客語的廣播電台 這一類的一些工作 所以他也會分享一些他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比賽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我平常沒有辦法接觸到的東西 然後也可以獲得很多關於客家語文化更多的認識 也希望我們廖英龍同學未來能夠持續的 也能夠在語言方面 繼續的努力 那更希望更多的孩子們也能夠把自己的族語學起來 然後把族語傳承下去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再次要謝謝雲柔的媽媽爸爸家裡面的人 一起來栽培他們 讓他可以在語言這個部分可以盡心盡力的去發揮 那也謝謝學校老師的指導 那再次的感謝每一位推廣族語的所有教育界的夥伴們 那再次我們漢市公所也會持續的來支持每一個族語的發展 就讀國風國中二年級的廖云柔表示 家庭環境讓他從小而如目染 國小就有參加客語朗讀比賽 這次從暑假就開始準備到開學不間斷 過程辛苦但也值得 市長薇嘉賢隨後致贈原客小農市集 市集底庸券10張總計1000元 請伴鼓勵更多學子學習 並進而喜愛客語 記者蔣方彥华聯絲報導